有人說它是最高貴的情操 也有人認為它是病態的表現 這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就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青春愛讀書告訴你 青春愛讀書帶你閱讀全世界 在法國的南部 有一座古老的城市 這座城市在蔚藍海岸旁邊 非常的有名 它交界的地中海 法國還有義大利 那麼這座城市也是從斐尼基人 一直到現代南方的大城 它的名字叫做尼斯 在尼斯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裡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畫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它用紅色的天空 藍色的大地 這些古老的房色裡面 到底呈現出什麼樣的風格呢 或許明眼的觀眾朋友 你已經知道它是什麼樣子的畫 再來看看另外一幅畫裡面 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色彩就更加的斑斓 似乎所有的東西都飛翔了起來 或許已經有人知道 哲青要跟大家分享的藝術家是誰 他是來自於俄羅斯的夏卡爾 夏卡爾在他的藝術裡面 充斥的一些迷信的鄉民 古老的仿射 灰暗的天空 牛 羊 雞 一些 好像在尋常鄉下才看得見的動物 而這些正是夏卡爾 他的人生初期裡面最重要的香愁 在這些畫裡面我們可以了解到 其實藝術家他們常常將自己的生命投射上去 雖然看起來捉謀不定 但是他把它精煉成具體而為的顏色 音符 還有文字 夏卡爾還有我們另外一位 我們曾經有提過的蕭邦 他們都是將香愁化成最重要的藝術元素 在我們的台灣的文壇裡面 也有一位這樣子的作家 他將他的香愁把它化成 我們世世代代去引用的文字 在這些文字裡面 我們感受到分離想見而不得見的苦痛 在這裡面我們感受到分隔兩地的憂愁 有家歸不得的流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 透過余光中老師的文字 一個又一個的世代 讓我們重新去理解香愁是什麼 正如夏卡爾 蕭邦還有余光中 貫穿他們藝術生命的最核心的元素 就是香愁 所有的創作都透露出來 他們對過去美好歲月的懷想 究竟他們的藝術元素有什麼樣偉大之處呢 喜歡這支影片嗎 現在就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讓青春愛族出的好消息告訴大家